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今天港股表現相當神勇 曾經突破過25,000心理大關 創出六年新高 可惜收市時,未能收在25,000關之上 全日恆新指數升至153點 收報24954 成交亦不活躍,只有691億 今天和大家說的題目是 突破未竟全工,好友仍需努力 先看看恆新指數今日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上升至25,000大關 又回一回吐過 最終收市時,升至153點 形成高位十字升 站不到在25,000關之上 成交亦不活躍 這個突破就不算很完美 雖然創過六年新高 突破又不完美 弱又不是弱 但又不是很強 所以我覺得 這個突破還差一點點 未竟全工 後市 如果大家很有營需努力 我覺得仍然可以正式突破 為什麼這樣看呢 這個要從外圍和內地股市來分析 外圍的形勢就是這樣的 其實早前 例如道指 急跌下來 但是去到16,300 那個區 上升軌 就找到支持 出現了幾天的反彈 反彈的力度 最初不是很強 越來越覺得OK 又不是太差 至少 它現在不是完全轉強 因為 轉強要起碼重回到萬七以上 不是 它不是強 但起碼不是弱 所以外圍的擔心程度 你可以說不是很擔心 沒有那麼擔心 至少 起碼你炒港股 暫時不需要那麼擔心外圍 除非它突然一下子 又滾下來 暫時不是這樣的情況 外圍不用那麼擔心 內地股市又如何呢 內地股市首2170 仍然有機會上闖2260到2270 其實內地股市一直是保持強勢 在七月反彈以來 一直是這樣升 如果以今天來看 就升了20點 今天的收市價2226 實際上是七月反彈以來 最高的收市位 內地股市都很奇怪 都很欺負人玩 為甚麼呢 星期三公佈那些數據 那天是不下跌的 沒甚麼事 未升一點 到星期四 我昨天出了一個題目 就是遲鈍 為甚麼 內地股市下跌 解釋就是 那些數據不好 有甚麼那麼遲鈍 遲一天才來反映 沒理由 那些其實挺tricky 是不是震瘡 是玩東西 還是甚麼 我不敢說 總之 但今天就沒事了 又衝上去 以反彈以來最高的位置 最高的那天來收市 你們周線圖來看 都是最高的 那證明他仍然都是強制 消化完股壓之後 我覺得上證指數 仍然有機會上闖 2260到2270區 這樣的話 如果內地股市沒甚麼事 外圍不用那麼擔心 港股仍然都有條件 給好友 再衝 再試 25000關 我覺得在內地股市 如果站上去2260 2270這個水平 港股應該有正式突破 站在25000關之上的時刻 看看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靠甚麼股上去 我估計 都是靠一些 本地大藍醜推升 那大家也知道 今天 就是中移動 發瘋了 今天大升了5%以上 你看到這幅圖就知道 下面這條線 就是一個大型頭肩底頸線 我之前都說過 那他上到來88元區 蹬一蹬 以為他都是這樣的時候 憑著業績 他再衝上去 今天收到93.4% 如果看周線都看不到他好東西 要看到月線頭起才能看到 原來他連續幾個月都上升 已經是破了幾年橫行區的高位 那現在 估計後市有機會是多少呢 是去看到一百八一八二那樣看 另外大藍醜 港交所 港交所 今天他率先突破了 還有站在2010年底的高位之上 大概你當是一百八十元的位置 為何這個重要呢 就是因為一百八十元 那個位置 2010年底的位置 就是恆生指數二萬五千個位置 港交所今天突破是有領導作用的 港股仍然很有機會 上企二萬五千關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